到底谁才是霸权?外交部这个回应非常霸气,直接应对西方两大国。 据外媒报道,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谈到中国崛起时表示,不应允许任何国家在亚太地区享有任何形式的霸权。 对此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,我还没有看到你提到的讲话原文。 你提到了霸权这个词。 在世界人民眼中,当今这个世界到底是哪个国家才称得上是霸权? 或者说在世界各地行使各种各样的军事霸权或经济霸权,我觉得有关人士在发表评论前,最好先把这个问题搞搞清楚。 到底谁才是霸权? 外交部这次没有正面博弑马克龙毫不负责的言论,而是进行了一个反问,不得不说,非常给力,一句话直接让两个西方大国脸红。 或许,以美法为代表的个别西方国家,真该好好反思一下了,自己就是霸权主义的最好代表,却实实试图占据道义高地,对中国横加指责,甚至是公然泼脏水,这让人很是无奈。 借用中国一句俗语非常恰当,那就是,自己一身毛,还说别人是妖精。 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,坚持和平发展的大国,这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,中国一直在用行动践行。 改革开放迄今已四十年之久,中国取得了一些成绩,获得了一些发展,但中国的所作所为有目共睹。 在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分歧时,中国不凭极强大的综合实力谋求优势,而是坚持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,在对一些歉意开发国家进行帮助时, 往往是直接的经济援助,以及帮助修建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,不附加任何条件,而中国军队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也是有口皆碑,无论是索马利亚护航,还是里巴嫩维和,从来都是和平的力量。 而反观没法等国,满口仁义道德,但前辈都是什么龌龊事呢? 以莫须有的理由动辄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侵略,以获取地缘或经济利益,以自由和人权为名,强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,对外交往中不肯遵守规则,公然藐视现有的国际秩序,不得不说,因他们所做的迫使造成的严重恶果,数不胜数,这其中,又有多少是所谓的和平呢? 举目望去,当今世界的动荡与战火,多少又是由他们挑起的呢? 而就是这样一些国家,不仅无视中国的和平努力,还强行扣来霸权的帽子,难道还有比这更无耻的吗? 所以,外交部一句大声质问,无异于当头棒喝,希望以美法为代表的一些霸权主义国家,能够有所收敛,懂得敬畏,而不是为了守住自己曾经的一亩三分地,不择手段,任性妄为。 这种逆励使潮流而动的行为,迟早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 中国热爱和平,但绝不允许所谓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无底线地进行挑衅。 颠倒黑白,混淆是非,是这些国家的惯用伎俩,但改变不了事物的本质。 不说别的,仅仅从南海相关国家逐渐开始外交转向,更愿意和中国打交道,就不难看出究竟谁站在历史和正义的一边。 最后,真心得为外交部的霸气回应连赞,对于这些蛮横无理的霸权主义国家,除了应对,没有任何选择,因为他们几百年了,都是这个样子,基本已无药可救。 在中国真正强大之前,流言蜚语在所难免,对回去救世了,绝不能管他们这臭毛病。